红楼它有特别强的象征意义 咱们仔细琢磨 咱这么说你看啊 古代你看各种建筑 不管是山西晋商的平遥古城 安徽徽商的高墙大院 还是江南富户的苏州园林 你发现一水的全是白墙青马 很少见到红色建筑 为什么 谁敢呢 那红色建筑那得是京城才有 故宫 那是皇家专用的颜色 老百姓谁敢用 就普通老百姓再趁钱 谁也不敢说弄个红楼个家里头 所以红楼在这里边 影射的是帝王黄泉 这书里边呢 也到处都是红色 你看啊 林黛玉前身叫酱珠仙草 酱啥呀 红色呀 贾宝玉前身叫神英侍者 住在哪 赤霞宫赤红的 而且贾宝玉特别喜欢红色 他自个儿说嘛 我就看着红的心旷神怡 高兴 他住的什么 宜宏院 自称叫宜宏公子 最喜欢的曲子叫宏斗曲 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 他闻着的这种异香 叫群芳髓 喝的茶叫千红一枯 品的酒叫万艳同碑 你看红豆千红万艳 到处满眼全是红 咱们传统文化里边 大家都很喜欢红色 喜庆啊富贵啊 但是《红楼梦》里 这个红色呀 总让你有点说不上来的那股劲 你明面上看着都是繁华似锦 热热闹闹 你总觉得这就像 像什么呢 一床厚厚的大棉被 这底下呀 透着说不上来的这种悲凉伤心 娘娘的灯迷 大家都猜着了 是套筑 娘娘所做套筑 是一想而散的东西 竟是袁小姐 怎么做这个不祥之物来玩 《红楼梦》这本书 它有一个特点 很喜欢用谐音来暗示命运 结局什么的 最典型的咱们都知道 袁春探春 迎春西春 这四姐妹 她们这名字连在一块 袁英探西 意思就是说这几十四个 最后这结局都不太好 贵妃娘娘 红了 姓孙的简直不是个人 好不好就打一顿 满朝文我都是干什么用的 让你个弱女子去何番 西春姑娘 阿弥陀佛 什么假假真假 你认错人了 所以《红楼梦》里边作者交代 每个人姓什么 叫啥名 或者说某个物件 它的怎么个来历 那都不是随随便便给你的 这里边你仔细看 它都暗藏着点小机关 你就刚才咱们说的那几句吧 你细琢磨啊 千鸿一枯 它这枯用的是 这个墨高枯的枯 但是它跟哭泣的枯是谐音 万艳同杯 它用的是这个杯子的杯 但跟杯上的杯也谐音 咱们就借用这个 同学家一句文多多的评语吧 说字字透血 唯美里透着杯凉 就似乎处处都是哭声 哎呀 你这一听听啊 老惨了 那为什么这么惨呢 因为啥 红是啥呀 啥嘛 红 那红楼 刚才咱们说了 它影射着帝王黄泉 就是猪楼啊 猪啊 猪元璋的猪啊 红楼梦 写的是明朝灭亡的血泪史 咱们前面说 李自成 张献忠 还有满清入关 朱元璋的子子孙孙 被大量的屠杀呀 老朱家那是尸横遍野 那可不就到处是哭啊 嚎啊 血红血红的呢 是吧 也不会做熟啊 消失了吧 生日别把友调 结婚前后